你那么会捍卫自己的 怎么讲 对国家的意识 还是主权这方面的理念 那你怎么看台湾这次的大选 你有关注台湾的 这次的 有看啦 就蛮好笑的 台湾的政治 一向来都很好笑 你觉得谁最好笑 是郭台铭吧 大马歌手黄明志向来有话直说 且十分关注台湾时事 经常在社群分享个人看法 近日他登上贺龙夜夜秀宣传新歌 被主持人贺龙问道 怎么看台湾这次大选 黄明志则不会言说 就蛮好笑的 让全场听乐瞬间暴动 影片曝光后也引起一波讨论 我发现你真的是很喜欢 东秤西秤 因为你秤了全台湾的一线的所有 不管是主持人也好 艺人也好 歌手也好 还秤到日本的AV女友 那个是梦想啦 每个男生的梦想嘛 那为什么不来秤一下夜夜秀 还是你要拍AV 你有没有下一位即将要秤的歌手啊 应该有 我在计划大咖的 很大咖的 这个先不能讲 这个是商业机密 那你合作过的人 有没有最特别的人 比如说最难搞的 有一个 丽红歌 很难搞 飘向北方 是是 那时候跟他合作 蛮难搞的 怎么样难搞 就是因为跟他在混音的时候 因为他自己在 饭店录的那个歌 就我们没有机会进 那个录音室里面 他没空 他在中国上节目 那时候就很 还很活跃的时候 他就拍连续剧 还是拍戏之类的啦 反正他就没有空录 他就说那你在你饭店 想办法隔音自己用一用 他就录录来了 然后到最后有些东西要调音 可能要我们这里混音要配合 然后他就说这个要改 那个要改 这个不行 那个不行 然后一直要改 一直要改 一直要改 然后就是他自己录的东西 他一直要改 然后我就说那这个 记者问我你难不难搞 我说可以说吗 他说很好啊 这个讲出去很好 这样 因为去年台湾国庆日的时候 你发文祝福中华民国生日快乐 现在每个歌手都不敢讲这个话 其实我不知道他们不敢讲 我就是祝福而已 因为我被受邀 是耶 因为我过海关就是那个 就是盖中华民国的那个章进来的 然后我受邀表演的是那个 中华民国的国庆 然后我时间到了 我就祝中华民国国庆日 政治快乐 有什么错我不知道耶 然后很多人就这个反应给我 我很好奇就是你那么 会捍卫自己的 怎么讲 对国家的意识啊 还是主权这方面的理念 那你怎么看台湾这次的大选 你有关注台湾的 这次的 有看啊 就蛮好笑的 其实 台湾的政治一向来都很好笑啊 我想问你 你觉得谁最好笑 好笑哦 应该是郭台铭吧 好那回到这一次专辑 有哪一首歌是你这一次觉得最喜欢的 主打啦 没有说最喜欢 里面主打就是千千万万个我 就是你说那个AI的MV 是一个反动的反抗的一首歌曲 就是那时候我在那个白纸运动的时候 就有灵感 因为我看到那个白纸运动的画面 还蛮感动的 我不知道你们的感受 我看是很感动 就好像十几年前的马来西亚一样 就是那时候没有人敢出来 出来就会被抓起来 可是还是有人站出来 我这时候就在说 有免费的 你 就是 这边 对 是的 于